俄罗斯总理抵达中国 在经贸热点问题上 与中方进行重点讨论 俄方向中国承诺稳定能源供应 但是也提出了四项请求 希望中方考虑 那么俄方的四项请求具体内容是什么 中方会考虑吗 更多的信息搜索俄总理到中国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乔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中俄合作全面升级的关键时刻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京在5月23号 抵达中国上海 开启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那这一次他的这个中国行 米书斯京是带领着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 其中有两名俄罗斯的副总理 抵达中国之后 米书斯京向中国是做出了一些承诺 同时也代表俄罗斯提出了一些请求 那根据俄罗斯卫星社等媒体的报道 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中俄商业论坛上面 米书斯京表示 俄方将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方面 向中国提供长期稳定的供应 并且在这个可再生能源领域与中方进行合作 米书斯京就强调说在中俄双边关系当中 能源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内容 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 能源贸易是他们的经济命脉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 只要能源能够卖的出去 那么即使美国等西方 这个实施了一系列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俄罗斯经济也不会崩溃 不过呢 随着欧盟积极响应美国举措 推出了11轮的对俄制裁 在能源贸易方面彻底与俄罗斯脱钩 使得呢 这个俄能源贸易面临着很大的难题 长期以来啊 这个俄罗斯能源最大的客户就是欧洲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欧盟是全面的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 使得俄能源失去了最重要的市场 那根据俄罗斯能源部在今年4月份的预测呢 2023年俄罗斯能源出口将会下降6.7% 此外呢 由于世界经济下行等因素的影响吧 国际能源的价格也在持续走低 米苏斯京访华的时候呢 这个欧洲天然气价格呢 已经跌到了29欧元每兆瓦时 还不到俄乌冲突前的一半呢 那对俄罗斯而言呢 这显然是巨大打击了 今年的前四个月 这个俄罗斯能源收入呢 只有大约270亿美元 相比去年减少了差不多有一半 因此呢 俄罗斯是迫切的 想要与中国强化能源合作 要知道中国是世界能源进口最多的国家 中俄强化能源合作 中国能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而俄罗斯呢 也能够填补失去欧洲所带来的市场缺口 不过呢 在米苏斯京访华的时候呢 俄罗斯是向中国提出了四项请求 希望中方考虑 俄罗斯副总理 俄总统驻远东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 就表示说呢 希望中方首先增加在远东地区的投资 和建设新的基建项目 其次呢 在勘察家边疆区进行可再生能源项目 最后建立一项对这个中俄贸易有利的这个特殊制度 米苏斯京则表示呢 现在俄罗斯国内的这个粮食 鱼类肉类等农产品 已经供过于求 希望中俄简化农产品市场的相互准入流程 联手强化粮食安全 让双方的农产品贸易额呢 更快的提升 那对俄罗斯提出的这四项请求呢 中方实际上是早有预料的 俄欧冲突其实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西方的全面制裁之下呢 俄罗斯不仅付出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还要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的资金 虽然说西方的竭尽权力 都没有拖垮俄罗斯经济 但是确实让俄罗斯是元气大伤 因此呢 俄罗斯需要向东看 快速的融入中国的经济发展体系当中 获得中方的帮助来提振自己的经济 目前呢 还不清楚中方是否完全答应了俄罗斯请求啊 不过在今年三月份的这个 中俄领导人会晤当中呢 双方是一致同意全面的提升中俄合作的 因此对俄罗斯的请求呢 中方会认真考虑 与俄方一道摸索出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模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